江团成群结队 雀跃细水前行 是20世纪80年代末 长江沿岸最让人惬意的场景 生活在长江中的江豚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确定的13个全球旗舰物种之一 因为稀少 有水中大熊猫的美誉 也许是因为长江素来物产风貌 这些精灵生来就带着天然的微笑 然而时过境迁 微笑的江豚 转眼变成了哭泣的江豚 长江里面两种金类动物 应该在世界上其他的河流里头 很少有这种现象 很少有这种机会 就是两种金类同时生活在同一个河流里面 但是白起屯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我们认为就是极可能是灭绝了 但如果长江江豚再留不住的话 也就是作为长江里头的水灯国宝 或者是叫水灯大熊猫的话 那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并且是我们这一带人的悲恙 长江江豚和白起屯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金类哺乳动物 自2002年 世界上唯一人工饲养的白起屯 在武汉孤独离世后 在长江生活了两千多万年的白起屯物种 就宣布功能性灭绝 目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长江江豚 据统计仅存千玉头 2012年的4月 对江豚来说最为残忍 湖南东平湖 一周内死亡江豚九头 安徽安庆江段 死亡江豚八头 颇阳湖死亡三头 短短一个月 竟有20头江豚赫然尝试 到了5月21日 确认死亡的江豚已达33头 其中不少还是幼豚 或者怀孕的母亲 那些死去的江豚 无一例外地被证实为非正常死亡 但是近20到30年 它的数字下降得很快 总结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主要就是人类活动所致的 另外就是气候变化也是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 它数量之所以下降那么快 主要就是环境的变化的强度 远远超过了江豚适应的能力范围 在人类不断活动的影响下 江豚早已不堪重负 急需休养生息 否则只能让千万生灵 接着为您播出 古井贡酒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